在此节,持续练习韩式的使用 但把场景换成蜜蜂采花蜜 先以这题为例,需要不断地转向、移动再采集花蜜 我们就把这个过程,命名为 Move and Get Matter 的韩式 让我们可以重复地使用它 而后面这关卡,需要采七个花蜜再制造七个蜂蜜 我们也并名为Get Semen Maker, Make Semen Honey 要完成这个韩式,需要在韩式内部再放入一些重复的指令 那如果花蜜的数量不确定,我们就需要使用 如果花蜜大于零整个方块,来反复采集花蜜 最后两个挑战关卡的难度很高 大家可尝试挑战 如何只使用限定数量的积木来过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